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全球 根據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研究指出 新型冠狀病毒對全球經濟打擊可能是2003年SARS的3至4倍 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在2003年SARS損失了400億美元 當時中國只佔全球經濟的生產總值大約4% 但目前已跳升至17% 換言之目前的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會更加大 估計拖累全球經濟損失大約1200億至1600億美元 相當於9360億至12400億港元 報告又估計假設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但短暫的影響 中國第一季經濟增長可能由去年第四季的6%至4.5% 較病毒爆發之前的預測低1.4% 但如果疫情延長至第二季才被控制 中國2020年的全年經濟增長可能會放緩至5.6% 報告又指目前病毒的疫情有可能打擊中國 以至海外的需求和供應鏈 除了中國之外香港是面臨最大的風險 但如果病毒帶來嚴重但短暫的影響 本港第一季的經濟增長將會減少1.7% 到時南韓和日本將會遭受打擊 至於美國和歐元區的經濟就會面臨0.1%的拖累 東網記者潘仲恩報導